大家好,我是艾迪生 前不久出了一期关于巫医国家队爆狗的打法介绍 很多朋友表示太复杂了 其实这个东西看起来是麻烦了一点点 但是打起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就像你小时候偷看了苍老师的启蒙教育小电影 觉得大人的世界怎么那么复杂 两个小时各种花招搞来搞去 但其实等你亲自上场的时候就会发现 也没那么难嘛 除了你第一次可能有点不知所措之外 之后都是肌肉机翼条件反射 整个过程得心应手 那玩巫医也是一样的 只要一系列操作都正确的话 最后爆发的瞬间会让人极度的舒适 那天梯榜上带巫医的队伍也更容易打出好成绩 但是巫医进度位的确要求是比较高 不但要有好的装备跟高巅峰 还要一定的操作水平 老实说是不太适合中老年休闲队伍 那这赛季有没有适合中老年四人组队的打法呢 当然有了 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法师一拓三平推150 那四个人打法呢都很简单无脑 非常适合睡前的助眠 从字面意思就能理解 法师一个输出职业带着三个辅助职业 那其中蛮子跟辅助猎魔人我就不多说了 不管是配装还是打法呢 我在之前的影片也讲过多次 那今天就重点讲一讲 第三个辅助 乃森 以及法师配装上面的一些变化 先说乃森吧 自从22赛季辅助猎魔人崛起之后 乃森就突然失业了 因为常规的队伍都没有乃森的位置 但是这赛季不一样 法师因为火鸟跟无形武器的优势 进度跟杀王都可以一手包办 而且乃森的盾对于法师还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才可以重新上岗 那先说一说乃森的配装跟技能 一般来说我们需要阴纳四件套的效果 可以获得全部真言术的buff 然后就是乌森纳两件套的效果 可以施加爆裂掌 这个爆裂掌有什么用呢 一会说到技能的时候再讲 那再来就是船长套 这个就不必多说了 护腕带金破护腕可以给自己减伤 项链戒指用试水连滑 黄道戒指 还有合眼戒指 那无形武器最好是用隐杀者 这个可以提供25%的减伤 武器特效一般都是选择降龙的两倍攻速 那没有的话用霉斧减CD也是可以 那副手的话可以带暴风盾可以减伤 宝石选择迅捷勇 毒效跟傲患 那装备磁锐的部分需要优先堆冷却缩减跟全抗 还有就是次要属性里面能出生命之球回复都尽量要出 而且最好都是远古的装备 至少面板都要堆到20万的球回 先满足以上条件 然后就是堆攻速跟减号 萃取用柜子手可以斩杀 然后穿怪鞋跟皇家滑戒 再来说说技能 治疗真言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给队友套一个盾 符文选择天堂之体增加自己的血量 然后就是八象阵选择防护之电 那可以给队友减伤55% 以及免疫控场的效果 明镜止水的宁静致远符文也是给队友套盾 灵光雾的碧影杀符文可以给自己减伤 符魔破的震荡机符文可以减伤20% 那最后爆裂掌的血肉之躯符文可以增伤15% 真言术和明镜止水增加的护盾 都是跟生命之球回复有关的 球回越高盾就越硬 那被动技能方面 一塔之光可以减CD 共鸣送哥可以补充精气 意志坚决可以减伤20% 团结一心可以增伤 第五个被动最好是用春哥 打法上面要注意 如果是中老年休闲党 我还是推荐用鼠标红帮忙按一下 那如果你是想训练左手手指灵活度的朋友 你也可以选择用手来按 那各种buff都要保持无缝连接 然后打全回精气跟触发爆裂掌 主动释放爆裂掌也可以触发黄盗戒指来减CD 打的时候要紧跟法师的站位 八项阵要确保放在法师的脚底下 这样才能保住法师的阿纽增伤效果 不会中断 如果法师的阿纽经常被打断 那可能是八项阵没有跟上 或者说面板的球回不够高 当然也不排除法师自身装备不够好 减伤不够也不行 那乃森的部分呢 基本就到这里 那总的来说乃森是辅助职业里面 对装备要求是比较高的 不像DH一样 随便凑一身就能混 那再来说一下法师 四人组队法师因为要兼顾轻小怪跟推进度 所以无形武器推荐带双手法杖 高白字高增伤 收小怪非常快 因为带了双手杖呢 就要放弃奥吉德 那护腕呢 就带埃什纳家的护腕来增加护盾 那项链戒指呢 就用阿纽跟对戒 宝石的话 跟四人常规打法还是一样 求者贼神跟上级之一样 那技能方面调整东西不多 注意呢 就是魔法武器要用回秘能这个符文 否则秘能会不够 对戒的打法呢 跟元素戒还不太一样 因为需要手动释放幽光刃 来触发对戒增伤 那我就说一下 我比较习惯的操作手法 我一般是跳进怪队里面 先放分身 然后再手动幽光刃 触发对戒增伤 因为对戒增伤只有四秒钟 如果说你先触发对戒 再放分身 然后再引导射线的话 这时候对戒已经过去两秒 所以最好先放分身 然后跳进神木圈 然后再砍一刀幽光刃 来触发对戒增伤 虽然有乃僧保护 但最好也还是要避开 熔火和秘法棒之类的东西 整体打法上可以说 四个人都比较轻松 因为法师没有带元素戒 所以蛮子也不需要看元素 法师也不需要范围上 所以对于蛮子踩怪的脚法 也没有那么大的讲究 然后又有奶僧全程的贴身保护 蛮子的buff稍微中断一会儿 也没有太大关系 那不像死灵或者巫医那样 蛮子的buff只要一中断 立马就能躺平 DH跟奶僧也可以用鼠标红来帮忙 基本上也是全程抠脚的状态 极度催眠 也不太需要赌特别好的图和怪 但是精英就是要挑一下 如果说你遇到什么瞬移弓箭手 带护盾的鱿鱼之类的 反正蛮子你踩不安定的精英 都可以跳过不打 比较讲究就是说 打的时候 除了刚刚说的一些垃圾瓷坠精英 跳过不打之外 其余精英也不要说死磕到底 如果说你周围小怪都打没了 剩下这个精英 开两轮分身都收不掉的话 就可以再往前走一走 补一些小怪继续打 那一组蓝精英死了会掉三个进度球 就是30秒的进度 如果说你要花40秒才能收掉 那进度上来说呢 就是亏的 所以说要根据法师的伤害 和精英的剩余血量 来判断继续往前走呢 还是说原地就把精英收掉 这种四人组队打法 法师各方面装备都还不错的情况下 2500巅峰 基本上就能稳过148层以上 非常适合休闲的中老年队伍 虽然说没有什么挑战性 但是四个人都是硬邦邦 那中老年无论做什么 追求就是一个字 稳 而且一边打游戏 还能治疗失眠 夫妇何求 好了 这期法师组队一拓三的影片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们 请记得点赞跟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哦 就这么简单了吗 嗯 不多这图好了 两个沙漠加立桃 半分以上